中国天才为美国夺冠后含泪受访,可惜不能回国效力,网友,不怪你摩根霍尔德,美国女子体操运动员,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体操世锦赛,美国选手摩根霍尔德,获得了女子学能项目的冠军,2001年7月18日出生在中国广西乌州,但在出生后不久便被父母一气,在古尔院度过婴幼儿期, 两岁时被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的一个家庭,从古尔院收养,在今年首次代表美国踏上世锦赛的舞台并以55.232分,夺得女子全能金牌,在霍尔德夺冠后接受了中国记者的采访时表示,我还没有回去过,希望有机会回去,看看可惜不能回国效力了,而在被问到关于亲生父母的时候,霍尔德只是摇头眼中含泪, 而她的养母抱住霍尔德表示,正是因为她生父母过错,才让这个小精灵来到我身边,感谢上帝,天才摩根霍尔德,天才摩根霍尔德。